仲夏舞会是大专校联会年度盛会之一 借这个机会联络各校校友 一起轻松跳舞、听音乐、看节目、沟通感情 是很多校友所期盼的活动 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友会联合会 14日于南湾桥教中心召开记者会 宣布将在30日下午5时30分 于圣塔克拉拉会议中心举办仲夏之夜舞会 会长潘海伦表示 仲夏之夜舞会是校联会每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已经连续举办34届 受到很多湾区校友、侨胞的支持 仲夏舞会是校联会很重要的活动之一 每一年在仲夏舞会的时候 我们都借了这个机会 可以跟各个亲朋好友 还有各个学校的校友们 有机会能够轻松地跳舞 能够轻松地看节目、听音乐 然后彼此沟通感情 所以很多人都盼望了这个日子的到来 今年我们的日子就是6月30号 是一个礼拜六 那我们的地点就是 Santa Clara的Convention Center 这个场地有两万两千多尺 我们的舞台也是非常的大 那之后我们的表演节目会陆续 我们其他理事会跟各位介绍 校联会副会长吴宗廷表示 今年舞会请到两个在湾区祥遇盛名的乐队 一个是麻辣乐团 一个是矽谷乐团 两个乐团的现场演出精彩可奇 是中校会的主要的乐队 那两个乐队都是在玩具响意很久的 一个就是麻辣band 那另外一个band就是戏谷乐团 戏谷乐团大概1984年成立 已经成立三十几年了 舞会召集人秘书长李施胜表示 每年的中夏舞会都会发行滚石音乐杂志 里面介绍湾区各个乐团及歌手 以及基本背景介绍 欢迎大家赞助杂志的广告 这个中夏舞会呢 我们这个每年都会发行滚石杂志 那滚石杂志的话发行量大 那基本上里面呢 我们有各个乐团的介绍 然后还有歌手 他们的一些基本的背景介绍 那还有一些广告 所以就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赞助 赞助这个滚石音乐杂志的广告 舞会除了节目表演之外 还提供华航机票作为抽奖 欢迎大家到时购买彩票 校联会活动详情网站 www.jaacuc.net 请不吝点赞助